花莲有一家沙奇马的老店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 现在已经传承到了第三代 早年啊这个外甥老兵在花莲吃到了叫做白枣糕 因为口感接近满洲人所吃的萨奇马 就把这店里面做的白枣糕改名叫做沙奇马 带你来看看沙奇马反复的制作过程 光泽通透油亮的沙奇马 在这家花莲老店已经有70多年历史 传承到了第三代 机器先打蛋黄 打匀成翼状 揉合面粉 放一个晚上以便发酵 叠成了长方形后上机器擀扁 要这么来回几次 厚薄要适中 再切成丝 下油锅炸 如果温度不够高就不好吃 另一方面麦芽糖和水后 把面条丝下锅 用小火炒匀麦芽 这种早期逢年过期的点心 原本闽南话叫白澡糖 退役军官在这边居住 他们对这个名称觉得很难念 因为他们都是讲国语 那白澡腾它是台语法语 所以就建议我们说用沙奇马这个名称 沙奇马是满洲话 沙奇是切的意思 它是一种切膏 由于白澡糖和它口感相近 后来统称叫沙奇马 全国最厉害 一般来讲都是500 下回如果听到白澡糕 就知道是沙奇马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